为了减小气流扰动和减小阻力 防止飞机颠簸和乘客骂娘 现在客机的悬航高度 一般都在一万米左右 能飞到万米高空的飞机 闭着眼都能抓一个 但是能飞到三千五百米的 拉萨贡嘎机场的飞机 却屈指可数 那普通飞机为啥不能飞高原机场呢 把飞机开到拉萨 它到底能在哪 这期咱们讲讲飞机飞高原机场的事 海拔超过五千英尺低于八千英尺 也就是一万五千米到两千四百米之间的机场 叫高原机场 超过两千四百米的叫高高原机场 高高原 这个词你是不是听着比较别扭 因为它是从英语 Higher Plato Airport直接翻译过来的 不太符合咱们中文的表达习惯 其实这个还好 你至少能看明白 更离谱的多着呢 像什么鲁棒性 你们听过没 这个词谁看都懵 它是从英语Rubust直接音译过来的 哎呀翻译的人简直他妈偷懒偷到姥姥家了 你就是翻译成什么皮是耐操 它都比鲁棒性要好啊 哎呀跑题了 咱讲高原机场 现在全世界这么多小话的飞机 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飞高原机场 都是经过特殊改装的 原因复杂 咱挨个说啊 之前咱们是讲过飞机机翼的生力吗 总的来说 空气密度越大 机翼生力越大 飞机飞得越快 机翼生力也越大 海拔越高 空气密度越小 所以在高原机场相同速度下 机翼产生的声音就会减小 这咋办呢 声力太小了起不来啊 两个办法 一个是少拉点人 一个是飞快点 给你看看A320的起飞重量 紫色这个线就代表机场高度 横坐标是跑道长度 纵坐标是起飞重量 很显然 机场海拔越高 起飞重量越小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 在起飞重量相同的情况下 机场海拔越高 所需要的跑道长度就越长 你问了 那要这么长的跑道干嘛呢 让飞机加速啊 加速距离越长 速度越快 才能加速到所需要的起飞速度 来点直观的 我给你看看不同海拔的机场 它的跑道长度 中国最高 也是世界最高的民用机场 四川的道成雅丁机场 海拔4400米 跑道长度4200米 拉萨的机场 海拔3500米 跑道长度4000米 郑州机场的跑道 在中部地区也算是个大机场了 跑道最长也才3600米 没毛病吧 海拔越高 所需要的跑道越长 其实不只是起飞 下降时候也一样 为了保证升力 海拔越高 飞机落地时候的速度也更快 速度快 最直接的结果 就是刹车距离变长 跑道短了就冲出去了 看到这儿 你说了 你跑道不够长 关我飞机啥事啊 嫌我跑道短 瞧不起谁呢 咱家里啥都学 就是他妈不缺水泥 跑道给你修到1万米 够用吗 快给我飞 哎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再想 飞机在地上滑行加速 靠什么 当然靠发动机 但是也离不开轮子 轮子在地上跑 驮着几十上百吨的飞机 压力很大 如果速度太快 轮胎本身受到的离心力 就会太大 一旦扛不住 就出事了 所以每架飞机 都会有轮速限制 不可能让你一直加速 跑道再长也没用 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个限制 现在客机不都是 亲密增压的吗 用飞机空调 往里面冲新鲜的空气 提供氧气的同时 还能增加座舱里面的压力 如果飞机空调坏了 没法供空气了 这飞机就得赶紧下降高度 把窗户啥的都打开 自然通风 当然这个窗户 它不是你座位旁边那个窗户 那个打不开 目前规定 如果空调坏了 或者座舱漏气了 飞机要赶紧降到3000米以下 而且还要把氧气面罩落下来 能给乘客供氧二三十分钟 这在平原地区倒没啥 但是在高原 你咋降到3000米以下呢 地面高度还4000呢 所以飞机的供氧系统 还要专门改装 多备几个氧气瓶 氧气不够用了 乘客要骂娘的 另外空气密度小 海洋量低 发动机推力也会下降 这导致飞机加速更慢 你想想 加速又慢 要求的速度又高 你拿出高医学的物理知识算一算 是不是要求的跑道长度更长了 所以飞机上高原 一般都需要换装 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比如国内现在非高原的主力机型 是A319高原型 A320的老弟 这个飞机 它发动机就换了个劲大的 推力从22000磅 增加到了27000磅 除了发动机没劲 空气密度小 飞机的堕面 它作动效果也会下降 导致飞机机动性变差 也就是变得更肉 转弯半径啥的都会增大 要想上高原 飞机不仅要经过专门的改装 对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的要求也更高 对你的年龄 飞行时间啥的 都有更高的要求 据听说 飞高原的飞行员 他们的工资也会更高 我没求证过 谁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吹吹牛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里 守着青藏高原这个世界无几 中国的高原机场 可以说是最多的了 海拔最高的11个机场里面 咱们这8个 其中前5名全是中国的 海面吧 中国对高原飞机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咱们到现在造的客机 都具备飞高原的能力 像新洲60 ARG21 可以飞到道成雅丁 高原机场一般客运量不大 飞机太大了 做不满 浪费 很适合用这种支线飞机飞 另外还有个 就是夭折的运石 也飞过拉萨 而且运了不少货 1983年1月24日 运石从上海飞到成都双流机场 然后从成都起飞 飞行2小时05分后 在拉萨贡嘎机场安全着陆 1984年3月9日 运石拉着8吨多货物 再次从成都飞到拉萨 此后的3月12日到16日 又5次进藏 为西藏空运蔬菜 罐头文具等物资 共40多吨 可惜啊可惜 这个飞机你们也知道 最后没成 有时候想想咱们国家这么大的面积 各种气候条件 各种地形都有 对于造飞机来说是挑战 也是个方便 因为飞机要经历的大部分试飞科目 在国内都能完成 高湿度试飞 南方咱们有热带 高寒试飞 北方有寒带 高原试飞 有清涨高原 大侧峰试飞 有西北戈壁滩 高温试飞 可以去吐鲁凡 一般国家哪有这条件 好 飞机飞搞怨它有啥问题 有躲难 基本上说个差不多了 点个赞吧 没关注咧 再来个关注 几分钟视频 我肯定说不全面 谁要是更懂 非常感谢 缓影在评论区补充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业夫 咱们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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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